文化部和花莲县政府共同主导的再造历史专案 四年来锁定花莲县浊西乡海拔900公尺高的嘉兴聚落遗址 进行系统性的调查 不但透过新测量技术 完成了全台第一座3D的拉库拉库溪流域的模型 还完整修复传统的家屋 10月份亮相之后 终于在12月回到了浊西乡 以考古新科技协助在地的族人重新返家来寻耕 这块180公分乘150公分的大型3D地理模型 呈现的正是位在浊西乡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的拉库拉库溪流域 不但山脉临线与水系都依照航测数据绘制所标示的八通关古道路线 也是逐一访谈其老后所确认的结果 由于这是国内首次针对嘉兴就职所进行的整合性计划 文化部人员表示相关成果考虑结合社区 推动文化游城 创造地方永续设造裁员 文化部与花莲县政府共同主导的再造历史专案 四年锁定花莲县着西乡海拔900公尺高的嘉兴聚落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调查 不但透过新测量技术完成全台第一座3D拉库拉库溪流域的模型 还完整的修复传统家屋 10月份亮相之后终于在12月回到了卓西乡 以考古新科技协助在地族人重新搬家寻登 记者高商商这些项采访报道